一涉嫌購年案被檢查帶回 他是前立委羅志明 午後晚間以二十萬交保 另外一旁的則是退役受將 兼前國民黨黃復興黨部副主委 夏富翔用外套把頭蓋住十五萬交保 羅志明的太太替先生辦交保時 一度喊冤 羅志明過去的從政經歷 原來是國民黨員 後來轉投入臺聯黨 連任兩屆立委 還曾選高雄市長 後來重返國民黨 在屏東選立委失利 二零一二年彈出政壇 之後經常往返中國經商 疑似為中國拉攏我國退役 將領現在是一間 土地開發公司的負責人 另外一位推照長 夏富翔曾任海軍司令部 政戰副主任 立即岳陽艦艦長 一六八艦隊副艦隊長等要職 這次兩個人交保 離開高雄地方法院時 被質疑由法警護送引導 有特權從後門離開 媒體報導表示 本院大門是在勢中一路 因而誤會被告是耍特權 從後門離開 此部分與事實不符 檢警從兩個的人脈中 抽絲剝繭 要找出和中國牽連的關係 是否有出賣我國的重要情報 洩漏軍機 307人田巨達 和陣風 高雄報導 要關心機 警察 錘